大家好,我是Kai 我们都知道新冠肺炎造成全球经济 还有产业相当大的冲击 今天我们很荣誓邀请到AOPEN总经理Dale 一起和我们分享 AOPEN未来在后疫情时代 关于产品还有解决方案的布局 我们相信这次的新冠肺炎危机就是转级 所以想请问Dale 身为一个IT业者 疫情下的改变 还有一些生活形态的转变 那些需求大概是落在哪里 谢谢,这是很好的问题 其实新冠肺炎的冲击 让公共卫生变成一个重要的课题 它也随时提醒我们 每天要建立什么样新的生活习惯 来保护我们自己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讲 一个lifestyle的change 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生活习惯 其实它需要很多 对科技产品有不一样的需求 而这个需求其实就是防疫需求 对我们来讲 我们了解到的 其实防疫需求来自于个人和企业 对个人来讲 其实他们要的是一份安心感 他们愿意戴口罩 他们愿意每天被测量体温 甚至他们愿意能够配合公司 或是整个机构的需求去掌握 或是贡献他们的一些动态 其实都是希望对这个整个大环境 能够贡献更多 那让他们自己也有一份安心感 当然同时 他们对于科技产品的需求 比如说抗菌 会变成是必需品 这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当然对于企业来讲 这个所谓的防疫需求 其实是怎么样因应 这个新的生活习惯的改变 他们提供新形态的服务 那这些新形态服务 其实他们都需要用最短的时间 最低的成本来导入 而这一块也是AOPEN认为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服务 我们这一些全球的伙伴 还有这些企业和商家的部分 所以说面对这些转变 AOPEN有提供什么服务啊 或者是产品啊 快速回应这些市场上的需求 是的 宏基集团事实上现在 整个全面导入防疫产品 那建基也不例外 同时建基在防疫产品之外 我们还有整个集团开发的一些 AI驱动的一些solution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 有一个可视化的界面 让这一些商家 或是企业的MIS 它可以掌控 比如说哪一些地方是需要做清洁的 他们不必每三个钟头要关起来清洁30分钟 他们只是要掌握 比如说有接触过的地方去清洁就可以了 事实上这个会大幅节省企业的成本 当然也是每一个人的时间了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 比如说防疫的旅馆 还有一些医护单位 他们对于人员进出的管控 其实非常严格 对于这一块 我们A-OPEN也提供了防疫 就是抗菌的一体机 抗菌门禁一体机 让这些单位 他们能够去掌握人员的进出 同时我们当然也提供了不同的设计的Smart Tiasc 来给不同的产业 那接下来我就请Kevin 跟各位受更多的幸福的介绍 Kevin 嗨 我是Kevin 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跟客户在市场端做 智能Tiasc的整合测试 那我使用的是我自己的手机 将我手机的资讯 透过无线传递到我系统上面去 当然我也可以下载APP 透过我的手机去控制这个萤幕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使用者 他不用去接触这个设备的表面 降低了很多不必要的风险 其中成为一个热感应器 他同时当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他就会侦测你的人体的体温 这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用户 他避免开一些在使用环境里面的潜在风险的使用者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Wavefinding的指标 将这些风险的使用者 达到一个区域去跟人群座的分开 系统这整台系统是全面都是植入了我们 Alpen的抗菌技术 那也容易做清洁 这可以让我们的客户 企业用户 他可以很高的提升 他在设备的使用效率 也降低了所需要的维修成本 Alpen今天之所以可以提供这样的技术 给我们的客户在市场上使用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智能TiOS设备里面 植入了我们的AICU智能晶片 AICU智能晶片可以让我们的客户 他在不同的场域 透过云端去做远端的遥控 远端的侦测 甚至可以做远端的必要的程序上的执行 同时在AICU的模组下 我们还有一个Aopen的SKM 他可以去控制跟设定 所有相关这些IoT的程序 完整的整套的设备 现在在我们全球 我们的客户里面 最多的是使用在超级市场supermarket 还有Enterprise的check-in system 也有很多是在学校的用户 他可以做这些进出的管制 当然同样的技术设备 我们也提供给我们客户 在工厂自动化 特别在这个时间 在提升我们的工厂自动化设备的客户 他在做效能的使用上面 这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Aopen今天之所以 升职的主要的核心技术 就是为了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更安全 更方便的使用设备 那也降低了 使用者 他的等待时间 跟他的客户满意度 对我们的企业用户 他可以大量节省了 维修成本 对国家社会企业 节省了很多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而且更提升了使用者 他的安全性 我们Aopen同时有另外一个核心技术 是使用在远端健康医疗系统的 那我们会再跟你介绍 大家好 我是Stan 在全球新冠肺炎日益严峻的今天 各国政府不担心因为疫情对于人民经济 及身心健康造成的巨大冲击 因此Aopen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 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 能够帮助人民的生活如常 并且让经济活动持续进行 除了透过人工智慧 整合眼孔识别和温度探测的 预防解决方案 以及零接触的解决方案 让人民的经济活动能够正常进行之外 Aopen也针对医疗和照顾的现场 提出了我们的产品 接下来就由我向各位介绍相关的产品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这两台医疗等级的萤幕 DT2162和2462 这两台萤幕除了符合严峻的医疗按规之外 同时它们的显示也符合了 Decom Part 14针对灰阶显示的要求 能够让医生在针对X光 MRI或是电脑断层的图像 做准确的判断 此外这两台萤幕的正面 也提供IP65等级的防护 对于医疗现场可能 或是看护现场所可能产生的 各式各样的液体 能够确保它工作如常 同时它的正面的触控萤幕 也提供了医护人员 在戴着医疗手套之下依旧能够正常操作的功能 除此之外它内部能够搭载 Intel的Movidius 人工智慧运算引擎 能够协助医生对于病情做准确的判断 同时它也支援HDMI输入的功能 能够在医疗或看护现场 连接各式各样的影像输入 而对于远距医疗而言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它的安全性 这两台漆器除了有双网孔之外 同时内部也搭载了加密IC 能够对于机台上面的资料 做完整的保护 如果有更进一步的需求 我们也可以提供符合美国政府 FIPPS检验合格的SSD 对于病人的重要隐私资料达到完整的保护 同时呢 我们Helpen的系统整合能力 也可以在萤幕和DG engine之外 同时整合例如3D的camera 能够对于看护现场的各种 紧急突发状况 做出立刻的警示 又或者是连接红膜的生物辨识 就是侦测器能够对于身份识别 进行非接触性的掌控 最重要的是它搭载了Aopen的AICU 远端智慧监控系统 能够确保机器在医疗现场 能够正常的运行 如果一旦有任何当机 或者是不顺畅的状况发生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远端重启的功能 确保机器能够如常进行 以保护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同时也避免维修人员需要经常性的 进出高危险性的医疗场所 以上就是Aopen针对医疗现场 以及看护现场提出的产品 谢谢大家 谢谢Stan刚刚精辟的解说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 Dale 就是在供应链还原相扣的情况下 Aopen 该怎么去协助所谓的数位转型这件事情 协助中端客户协助企业学校 其实对于这些企业和商家 他们面对新冠肺炎冲击 某种程度上是蛮无助的 那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讲 其实数位转型会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大家面临都是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 能够用最低的成本来导入这个数位转型 那这个我们也想到了 所以我们有各种对于企业来讲 各种不同的AI solution 还有这些方案 让他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其实配合他们的需求 马上导入数位转型 对于那一些其实有成本上考量的 我们甚至有一些数位套件 让他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去做升级 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都希望节省大家时间 能够提供最好的服务 新的营运 能够来抓住这些新的商机 这个我想也是作为一个科技业者 我们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 还有我们这些伙伴最好的方式 谢谢 谢谢Dale今天和我们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AVOPEN GO